大家好 今天我教大家做人物的衣冠 其實自寫雕刻呢 你不能一口就吃成盤子 你必須得循序漸進 我之前寫雕刻也是自寫的 然後呢就是先從基礎的開始 今天我就教大家做基礎的 大家可以回去找一塊廢棄的木頭 練練手 練到你知道其中的奧秘之後呢 你再去做其他的 絕雕刻就是這樣子的 首先我們有個筆 我給大家畫一下 大家就可以看得清楚了 什麼是人物的衣冠 就是人物身上的衣服 你可以用筆這樣子畫一下 比如說它是一塊布 人物的身上的一塊布 這是它捲過來的 就是那個衣服的嘴子 捲過來 可以在這邊再捲一個 然後呢到這邊再去再捲一下 就是這樣去捲 就是這樣去捲 這幾道呢給它畫上去 等一下我們要把它畫下來 把這些木料給畫下來 下面我們就可以一段刀了 下面我們就可以一段刀了 那我剛剛用的是最終三角的刀頭 最終是自己打磨的 這個就是我們人物的衣冠 這個是2片 然後呢你再 下面我們用圓頭 在這邊給它過一下 因為這邊必須要凹進來 這邊是凸上來的 然後這邊是撿過去 這邊再撿回去 這是相同的道理 這裡面都是相同的道理 然後呢這兩個 這兩個勾 給它做圓一點 鬆一點 下面我們用圓頭 給它過一下 給它 看整onen 全部可浮順 。 蘋寧 關 состо 為什麼 每這邊 私 真的 感謝 ... 謝謝 но 就像我这个样子 用这种盐头 给它过一下 这边它是 一锅嘛,它这边是凹起来的 你要用盐头这边过一下 然后这边是 一个圆柱形的 你要给它做圆一点 顺滑一点 然后呢就是从 从这上面的位置 慢慢的慢慢的,到底下之后呢 就给它变宽,这两个位置 就给它变宽 这边都是相同的道理 底下就是 这一块布 这样子剪过来 等下用剪刀从这边画 给它画进去 然后呢,这个 给它做成圆的 这个是圆的 这也是圆的 越圆它显得就越好看 一点 然后呢 给它修光亮一点就可以了 很简单的 下面我们 用剪刀 给它进行修饰 这个呢 是我们的薄剪刀头 我们下面开始要给它修饰 然后呢,你在这边缘 就是这条线 这条线边缘 给它做的整齐一点 不要这边凹进去 这边凸出来啊 这样子是显得不美观的啊 这边的鱼 很简单 这边的鱼 就像我一样的鱼 然后就像我一样的鱼 就是这样子 就像我一样的鱼 这是一个鱼 那就是鱼 就是鱼 就像我刚才这个样子去雕刻 这边还有这两边都是像这样子 雕刻就行了 你只要把这个给它翻过来一点 然后这边再翻过去 把这个做远一点就行了 然后最后你在不够公华的地方 用那个盐头再给它过一下 或者是用尖刀给它过一下 或者是用这种 这种尖刀给它过一下过亮一点 下面我们把这两个给它做完 我们下面在这中间再给它画几道扛过去喔 这样是显得比较自然一点 那现在整体上就是这个样子了 下面我们用盐头给它过得亮一点 再过一下比较亮 再过一下比较亮 那就像我们今天这个方法去做喔 然后呢你修完之后呢 你再用这个圆头 在这边缘这个位置喔 它再过一刀过去 因为过一刀过去 这边缘它才会翘起来 才会显得飘飘蓝的喔 然后呢这个应该是这样子滑下去的喔 滑下去的 好 就是这样子修的喔 嗯 要多顿手啊 去找一块木头 像我这样子练习啊 练习它 十几来天之后呢 你自然而然的 就会找到感觉了 就是这样子的教育方法喔 那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再见